美国发出了最后通牒,但感觉土耳其这次也真豁出去了。 争端的焦点,就是土耳其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。 按照媒体的报道,6月7日,美国五角大楼发出最后通牒,时间是7月31日。 1.到7月31日,土耳其还不取消购买S400,在美国培训的F35土耳其飞行员,将会被驱逐。 2.F35战斗机合作项目中的土耳其官员,也将被驱逐。 3.参与F35项目的土耳其零部件公司,都将统统被剔除。 一句话,如果土耳其还不回新转意,还要买俄罗斯的S400,美国将封杀对土耳其的军售。 哪怕F35,还是美国土耳其等国共同研制的项目。 哪怕土耳其订购的100架F35,是1比90亿美元的军火大单。 美国的愤怒,是因为土耳其作为一个北约盟国。 竟然胳膊肘往外拐,要买俄罗斯导弹,简直是不想混了。 当然,这需要理由。 按照美国的说法,S400和F35水火不容。 一旦土耳其采购S400,这种俄罗斯武器先进的雷达系统,将可以探知F35的各种数据,从而对美国武器带来威胁。 4月3日,在北约70周年纪念活动上,美国副总统彭斯就已经警告,土耳其必须做出选择,要么俄罗斯,要么北约。 按照媒体的透露,美国还在拟定方案。 如果土耳其仍购买S400,那美国将进行制裁。 制裁对象可能包括参与这项军购的政府机构、民间企业或个人。 说不让买就不能买,一个都不拉下,看看你们谁还敢买俄罗斯武器。 怎么办? 在反复权衡之后,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日前下了决心。 而且说的斩钉截铁,继续购买S400,我意已决,不会反悔。 也就是说,土耳其和俄罗斯的交易勿已成舟。 该买还得买,不买问题更大,土耳其军人已经去俄罗斯受训了。 土耳其也不是匹夫之勇。 要看到,现在毕竟已经不是十年前。 美国虽然是北约盟友,俄罗斯则是更亲密的对象。 几年前土耳其政变,没有俄罗斯的秘密通报和力挺。 埃尔多安很大可能已经被政变推翻了。 而且,按照土耳其的说法,那次政变,就有美国CAA插手的痕迹。 也正是一幕之下,土耳其转向俄罗斯购买了S400。 但这又触怒了美国。 对土耳其来说,一边是软硬不吃的美国。 而且动不动就来真格,不仅F35不卖。 要驱逐土耳其飞行员,而且要开除北约盟级。 另外,谁敢买俄罗斯武器就制裁谁,确实够霸道。 土耳其经济最近很糟糕,美国来个趁火打劫, 也确实够土耳其喝一壶的。 但另一边,同样是不能惹的俄罗斯。 埃尔多安能坐稳江山,普京攻没大烟。 去年美国对土耳其制裁,埃尔多安转身就给普京打了一个热线电话。 然后放话,如果美国还这么不够义气, 土耳其要寻找新的盟友。 如果又屈服于美国,俄罗斯会怎么想? 这样出尔反尔,也难保普京不下狠手。 反复掂量之后,最终土耳其下定决心,S400必须买。 俄罗斯,请你们放心。 我肯定买,美国。 对不起,这次我不从命了,那接下来,美国会善罢甘休吗? 最后,简单总结一下,第一,土耳其也在苦苦思索。 本来想一举拿下两个老大,但现在却被两个老大夹在中间。 这个姿势,确实不太舒适。 土耳其估计也很郁闷,以前美国老大真不是这样的。 现在动不动就朝自己撒气,还不让自己有任何不满。 这样的老大,还能跟吗? 第二,一个新三角正在形成。 对俄罗斯制裁,对土耳其制裁,对伊朗制裁。 真有点让人看不明白,美国这不是四面树敌吗? 但这或许就是特朗普的个性,比老中医还老中医,专制各种不符。 但这个世界,哪有随心所欲的事情? 美国的挤压,事实上在中东正促成俄罗斯、伊朗、土耳其形成一个新三角。 旁边还有卡塔尔、伊拉克等国家帮衬。 一场恶战正要到来,第三,特朗普终于遇到了好对手。 要看到,不管是他还是埃尔多安,都不是一个善茶。 一个想做中东之王,一个更想当世界霸主。 美国不满土耳其胳膊肘往外拐,因此痛下狠手。 土耳其愤怒美国翻脸无情,因此坚决抗命,一个巴掌不响,两只饭碗叮当。 不找个人斗一斗,或许特朗普的精力也无处发泄。 反正,普京同志肯定还会默默给你们加点料的。 估计现在最揪心的,就是欧洲人了,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 虽然看不惯土耳其,但关键时刻还依赖土耳其。 因为土耳其如果一垮,别说特朗普更无法无天了。 中东难民将浩浩荡荡奔赴欧洲,欧洲最大的噩梦就要到来了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